第八百四十几 这就是天洁的威力吗 仅仅是天洁的光芒 就能够让我的眼睛发痛 如果正面被轰重 简直不敢想象 第四老祖亥然说着 其余的几位老祖没有出生 但他们的眼神都是震撼至极 震撼之中又携带着一丝恐怖之色 显然 这道天洁让所有的老祖都无法平静 天洁如同破开天地的长刀 直轰张叶 雷龙分身这时候 站在张叶头顶虚空处 感应到天雷轰响 他猛然仰天 张嘴 把这道天雷硬生生吞掉 雷龙分身修炼的力量 也是天雷之力 天洁发出来的低波天雷之力 威力虽然很大 足以轰杀发到一重尊者 但对雷龙分身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威胁 他把天洁直接吞入到肚中 瞬间就炼化了这道天洁 体内的力量也随之提升不少 虽然获得了好处 在这种真正的天地之威面前 即使它是一条雷龙 也得小心翼翼 第二波天结降临 这道天结的威力 比第一道要强大一倍 远处观看的四位人族老族 只是摇摇看了一眼 双眼立即流泪不止 胜于之中 除了几位老族之外 还有无数的强者 关注着这里 无一例外 凡是看到了这道天结的强者 都双眼流泪不止 雷龙分身一仰头 第二道天结 又被他吞进了肚里 瞬间炼化这道天结 他的修为法道一重初期 提升到了法道一重中期 而他的精神力量 也有了不少的进步 很快 第三道天结又来了 第三道天结的威力 又比第二道强大一倍 远处 光看着天结的几位老族 这时候神色都是微微移动 原来 他们突然间发现 遥遥观看了天结之后 他们的精神力量 竟然得到了一次 小小的洗伐 变得精准了一点 而他们的灵魂 也变得强大了一点 这个发现 让几位人族老族 喜出望外 修为达到了他们的地步 每提升一小步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精神力量的提升 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现在 仅仅是看上一眼 就能够让精神力量提升 这简直是天上掉了馅饼 几位老族 顾不得眼疼 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结看 第三道天结 瞬间轰道 雷龙分身身躯上 紫气飞扬 身上的鳞片 闪烁着道道奇异的符文 面对第三道天结 他毫不退缩 再次吞下 天结一道道降临 威力越来越大 雷龙分身这时候 展现出雷龙强横无比的身躯 每一道天雷降临 他都是一口吞下去 然后再把天雷炼化 炼化到第九道天雷的时候 他的修为再一次提升 从法道一重中气提升到了法道一重后气 而他吞噬天雷的时候 无形中也吞噬到了不少天地意志的奥妙 他的精神力量 从法道二重初气 一举提升到了法道二重中气 第十道 第十一道 天结毫不灵情地落下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 而每一个拥有秘密的人 都不愿意给别人知道 人如此 天地也是如此 张叶强行推演星空 获取星空奥妙 这种举动已经得罪了天地意志 天地意志牵引之下 天结疯狂降临 张叶有雷龙分身帮助 暂时不受天结的影响 但雷龙分身的修为只有法道一重后期 面对越来越可怕的天结 已经开始吃力了 雷龙分身能够支持多长时间 谁都不知道 张叶现在能做的 就是加快速度 尽快结束这次推演 张叶的头顶 天结一道道降临 可怕的气息牢牢地笼罩着他 但张叶却是丝毫不予理会 他的全部心神 都放到了计算傀儡上面 计算傀儡疯狂运转 展开高速的推演 张叶全新炼制出来的计算傀儡 每一个都拥有着精神的计算速度 而他们联合起来 叠加起来之后 计算的速度 更是提升万倍 一百八十一个计算傀儡联合起来 计算速度之快 就算是法刀九重尊者 只怕也是无法比得上 在这种高速的推演之下 种种的星空奥妙 出现在张叶的心里 每一种奥妙 都让张叶生出一种恍然大悟之感 而随着获得的奥妙越来越多 张叶对蛮荒世界的认识 也越来越深刻 对各种法则的理解 也越来越深 快了 快了 只要再给我两个时辰 我就可以把整个星空的秘密 完全推演出来 张叶又是急切 又是兴奋 好奇是人的本性 张叶修炼到现在 对星空 对这个世界 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一次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要把星空的奥妙推演出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每一个眨眼 都显得漫长无比 天节降临的速度 越来越慢 但威力 却是越来越大 第十九道天节降临的时候 雷龙分身 再也不敢吞噬了 这道天节的威力实在太大 他蹲到肚子里去 肚子立即就会炸开 雷龙分身大吼一声 轰出一道天雷之力 硬生生地接下这几天雷 仅仅是一气天节 雷龙分身就受了轻煞 第二十道 第二十一道 第二十七道天节降临的时候 雷龙分身被炸得浑身焦黑一片 体内的力量阵阵翻涌 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他已经受了重伤 第二十八道天节 是很难接下来了 这时候 张叶头顶处的空间 微微震动了一下 飞出了六件东西 这六件东西 正是九天地缘族的镇族之宝 山河帝王印 昆蓬族的镇族之宝 九霄天池 麒麟族的镇族之宝 大地宝顶 太古天马族的镇族之宝 太虚山 游明魂族的镇族之宝 游明中 和九尾天湖族的镇族之宝 幻神水晶 这几件镇族之宝 都是八品法宝 它们联合起来之后 可以发挥出 二百四十三倍的威力 有了这六件镇族之宝 雷龙分身 静止轻松起来 轰隆隆降临的天洁 被这六件镇族之宝 层层削弱 根本无法轰击到它 雷龙分身 见到自己暂时没有危险 干脆控制着六件镇族之宝 削弱天洁的大部分威力 让天洁的小部分力量轰下 然后再吞噬莲花 雷龙分身这个行动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很快 他的修为 就提升到了 法道一重巅峰 一个时辰过去了 天洁的威力继续增加 每一道天洁 都足以轰死一个 法道三重巅峰强者 圣玉的深处 几位老祖 已经看呆住了 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天洁的威力越来越大 每一道天洁轰下来 他们都以为 张叶肯定无法击中 肯定会被天洁轰得魂飞魄散 但 眼前的场景 却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无论天洁的威力是多么的大 张叶始终没有陨落 好强大的实力 这种实力 只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了 人族的几位老祖 这时候已经是心服口服了 张叶展现出来的实力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又是半个时辰 天洁的威力更加可怕 每一道天洁 都可以轰死一个法道四重村镇 六间镇族之宝 被天洁轰得乌乌哀明 而雷龙分身也不好受 他体内的法则之力 如同绝堤之水 滔滔不绝地外流 照这个形式杀去 他体内的法力 很快就要用完 而法力一旦耗尽 他和张叶 都要死在天洁之下 张叶对分身的情况 自然是一清二楚的 眼见分身支撑不住了 张叶心神一动 庞大的法力 灌注到六间法宝之中 六间法宝得到了张叶的力量 立即光芒大放 死死抵挡着天洁 张叶分出心神 应付天洁 推演的速度就慢了一些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他不出手 天洁很快就会轰到他头上 推演 在继续着 越是推演到最后 就越是困难 张叶现在 对蛮荒星空的领悟 已经是无穷地 接近百分之一百 但始终无法达到 真正的百分之一百 一种威严无比的力量 在阻挠着推演 这种威严无比的力量 正是天地一致 蛮荒世界为了让张叶放弃推演 不但降下了天节 而且还以天地一致 直接地阻挠 这让张叶的推演 变得越来越困难 既然逆天了 那就逆天到底吧 蛮荒星空的奥妙 我一定要完全推演出来 张叶虽然受到了重重阻挠 但他一直何等坚定 真天地一直如此阻挠 真天节越来越可怕 他依然毫不动摇 继续控制着计算傀儡 展开推演 181个计算傀儡 疯狂地推演 每一个计算傀儡上 都涌出一层淡淡的光芒 这是全力运转之下 出现的异象 一个计算傀儡上 出现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张叶微微一惊 这些计算傀儡 虽然无法用来战斗 但毕竟是半部法宝 什么时候半部法宝 变得这么脆弱了 连续不断的碎裂之声响起 几个眨眼的时间里 就有数十个计算傀儡 出现了裂缝 张叶立即明白过来了 天地一只 肯定是天地一只 天地一只知道 我是借助着计算傀儡 推演的星空奥妙的 所以他施展出手段 直接摧毁了我的计算傀儡 好奇妙的手段 我对天地一只的领悟 也很深了 但居然感应不到这种手段 这时候 就展现出张叶精神的 炼器手段 计算傀儡上面 虽然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 但很快 计算傀儡里面的符纹 疯狂闪耀 一点点的修复着裂缝 继续推演着 快了 快了 张叶感觉到 自己眼前 像是隔了一层膜 只要捅破这层膜 整个蛮荒星空 在他的面前 就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一盏茶 在给我一盏茶的时间 我肯定可以把蛮荒星空 推演完毕 给我顶住啊 张叶疯狂推演 心里在大吼着 他所说的顶住 一方面是让计算傀儡顶住 不要被毁坏 第二个方面 是顶住天结 不让天结落下来 张叶的推演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天结在这时候 也变得疯狂了起来 每一道天结的威力 都比上一道提升三成之多 张叶这时候 大部分的心神 都放到了推演之上 连续十数道天结轰下 饶势他法力雄浑 精神力量强横 也难以消受了 好在 雷龙分身 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伤势 眼见形势危机 他果断出手 和张叶一起苦苦地抵挡着 越来越可怕的天结 这次 轰下来的天结 每一计 都相当于一个法道五重尊者一计 这 这 远处 遥遥站出去的几位老族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看着一道道粗如山岳的天雷轰响 他们简直以为蛮荒世界 又要回到上古时期 在上古时期 法道尊者比现在多得多 而修为 也比现在的修炼者 深厚得多 上古时期的尊者之间 发生战斗 就像眼前夕阳可怕 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